每年到访陆古香旅游人潮众多 但大多是前往西头地区 而为了协助地方上 其他优质旅游路线做推广 陆古香旅游导览解说协会 近期也积极规划 小旅行活动 希望带领游客走进凤凰谷步道 与认识地方特色产业文化 我们步道里面的前一段 是属于生物多样性 那有杂林 有竹林的步道 还有我们的阿尚姆的茶园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到了产业道路的时候 是我们整片的凤凰茶区 然后一直到延伸到这个地方 我们这一次会推这一个凤凰谷步道 希望说能够把游客能够换个方式 不要只有走西头那一个方向 换到这个方向 那这个方向呢 我们会希望能够带动 永龙跟凤凰的一些的经济的产业结合 走进凤凰谷步道内 会被餐厅的大缩所围绕 沿途更能欣赏到许多丰富的生态 这一条环境优美 生态丰富的路线 也是让民众感受到 陆谷向环境的美好都打理推荐 我们常常来到陆谷 那陆谷我们常常去西头 那西头非常塞车 那今天跟着陆谷导覽协会来到这边 我觉得非常好 就是整个环境 可以看到竹林 可以看到茶园 最后还好茶喝 我觉得这条步道其实是非常好 这我们今天走下来的时候 我觉得整个身心灵都感觉特别的好 先远吴瑞芳也感谢陆谷向旅游导覽协会的用心推广 让凤凰谷步道这条路线 能被更多民众所认识 欢迎民众有机会都能够前来走走 感受走在步道之上 清静大自然的美妙感受 我们希望说 把我们的凤凰村 凤凰谷步道 把介绍给游客来的话 让他们多认识一下 我们这一条 这边气候也很好 步道来走 也是非常的清爽 很棒 介绍给我们一些游客 外地的游客来 来到我们鹿谷乡的凤凰村游玩的话 就是要介绍这个凤凰谷步道 让他们走 非常的清凉 空气也非常好 希望外面的游客 能够来我们凤凰谷 来走凤凰谷步道 议长和正锋肯定协会的用心 为了地方发展做努力 也欢迎前来鹿谷乡旅游的民众 有机会也能够前往凤凰谷步道一游 好好欣赏体验这条优质的旅游路线 记者卢一凯入谷采访报道